不过,最让网友感触颇深的,漫过于巴戴尔·巴仁静这对夫妇了。 网友直呼,这是什么神星爱情啊? 尤其是巴戴尔·巴仁静,在当年大学毕业制的出租屋的时候, 巴仁静往事粒粒在你,温不住泪水。 巴戴尔和巴仁静,经历了几年的爱情长逃。 最终在2016年的时候,毕业婚礼的变堂。 但是谁还记得当年的伴娘世界,那个几乎把许多明星都推上风口浪天的世界。 有网友爆料,在巴戴尔·巴仁静现场,作为伴娘的柳人, 差点被几位伴娘丢进水里,还有有甲林相救。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,则是一出,允许网友的一顿狂骂。 除了几位参与那伴娘的伴娘行跟王祖兰、丁海涛、李探森, 还有当事人巴戴尔。 可是谁也没想到,首先出来回应这件事的,竟然是受害人美人。 过了两天,杨人在微博发表道歉视频,撑毁了好友的婚礼。 之后,巴戴尔和其他几位盗兰,也相继发表微博道歉。 可是网友纷纷不买账,凭什么是受害者先道歉的呢? 网友事件一出,杭冠和杜海涛被网友质疑人体问题,李探森与网友相声。 网友纷也突实专题风行,甚至联系主巴戴尔俊也受到了天零。 后来,巴戴尔上了马东的一个节目,首队澄清了桑戴尔的网友事件,其实是被人欲灭的。 他也说到自己原本和柳人是很好的朋友,因为这件事,他和柳人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尴尬。 巴戴尔俊提起当年的婚貌事件,称巴戴尔还对这件事难以释还,迟迟放不下,平心而略。 这样的事情换作时我不想遇上,不仅仅是让当事人柳人被受伤害,也让其他人包括巴戴尔和巴戴尔俊吹上了疑恋的风口。 有人在之前的节目中,常被问到巴戴尔的那半年时间,有人先是愣了一下,随后说道,到现在一年多了,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媒体去讨论过这件事情,有人还是要上扬一点。 有人刚是说道,如果我做别人的婚礼炒作,就不得好死。 此话一出,在场的其他艺人都惊呆了,不仅仅是巴戴尔放不下。 我想要人这番话,又是静静折射出,当时当娘事件对自己的伤害鬼都生了。 这件事过去快三年了,韩刚的事业似乎还顺风顺水的。 对海涛也因为最近的曾益杰那小小地毁了一板,王子兰也在跑门中,收获了不少人气。 倒似乎当时的受害人柳人,渐渐霸出了众人的视线。 有网友猜测,有人可能是被印象封杀了。 但是那却不这么认为,每个人的选择不同。 或许柳人这段时间以来弄出视野的原因,是更好的沉变自己,也更好的策略在出现在大众面前。 对于当年的那半年世界,你们认为到底是谁的过错呢? 欢迎在评论跟随乐姐哦。 一安闭,看完读者,记得给乐姐员更加带哦,图片留言与网络,新生。